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使用同一組電池跟燈套 也就是說這個電池都一樣 燈套也都一樣 那麼分別以不同的方式連結 這四種方式連結 且電池沒有內電阻 那麼下列哪些電路的連接方式 其燈套的電壓只會相同 就怎麼做 這個我們就用科系附定 把它轉一圈看看 我假設這個電池是1伏特好了 電池是1伏特的話 那我現在這一題的話 我就從這裡開始走 假設這裡電位是0 那這樣跳過去的話 這裡是1伏特 這樣跳過去又加1伏特 所以這裡是2伏特 所以這裡電位如果是0的話 這裡電位就是2 所以這電位差就2伏特 這是2伏特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燈套的話 你要走這一條也可以 要走這一條也可以 這樣子 剛剛這個的話 你要走這一條也可以 這兩個電池相當於是並連 那這兩個電池也是並連 就是說齁 你從這裡跳到這裡的話 是1伏特 這兩點的電位差是1伏特 就是這裡的電位如果是1的話 這裡電位的話 這裡電位如果是0的話 這裡電位是1 這裡是1的話這也是0 所以這裡的電位價就是電壓 這個是如果是2的話 這個的話就是1 你這樣走的是1 你這樣走的是一樣 你這樣走的是一樣 這裡是0的話 這裡是1 這是1 這是等電位吧 我們是假設齁 這個電線幾乎沒有電阻 那幾乎沒有電阻的話 這個是0 這是1 所以這個電位差也是1 上次這兩個電池相當於是並連 好 那再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的話 你假設這裡電位是0的話 這裡的電位是1 這裡電位的話就2 你從這裡到這裡 電位是下降的 你這樣是上升嘛 這樣是下降的 2 下降1 所以這也是1 所以這兩點的電位差 電壓也是1 這不1的話也是1 再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土的話是有點問題 就是說 你的話就從這裡走 你這裡電位假設是0的話 從這裡到這裡是1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也是1 所以呢 這個 這裡的電位的話 從這裡跳上是加1 這裡跳上是1 這裡跳上是加1 加1這裡就2 所以這一點是2 那這點0 所以這電壓的話呢 是等於0 電壓的話是等於2 電壓是等於2 那問題是這個是怎麼辦啊 如果假設它是完全沒有電阻的話 這兩點就會等電位了 那事實上的話 那個電線都是有電阻的 這電阻非常非常的小 那你電阻非常非常小的話 這裡的電壓固定是1的話 這電流就會無窮大 這電壓無窮大 這電壓無窮大 那這裡的話到最後這個會燒斷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電功率齁 是等於V除以R 這個電壓 這電壓固定是1 那電主要如果是趨近0的話 這電功率就趨近無窮大 那功率無窮大的話 這個最後會被燒斷 燒斷就會斷路 所以這個的話等於是沒有用了 那你不能把它看成完全是0 這兩個的話 完全是0的話 這兩個的話就變成等電位了 這個是有一點點電阻 而且你電阻越小的話 在這上面的電功率就越大 電功率越大到最後會燒短 所以這裡兩邊的電壓的話呢 也是2 兩個電壓是2 所以這個電壓跟這個電壓一樣 電燈泡上面的電壓 這兩個一樣 這兩個一樣 所以這一題應該選那個甲釘 甲釘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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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乙丙1組 所以這題的話應該選多少 選那個V V的話也是甲釘 乙丙也對 C也是對 所以應該選V跟C 出書 ima公署